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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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们一开始也先快速的复习一下 请律师帮我们复习一下 好 为什么我们家宝贝 得了心脏病之后要开始服用心脏的那个强性药呢 对 我们这个系列就是 接下来会 除了今天这集的话 还有后面几集 就是想说跟大家 介绍一下常用的一些的药物啦 因为其实也是我们很常在那个门诊中被问到的 对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药 吃这个药会不会怎么样啊 然后或说很多人都会听到心脏病药就是会伤肾啊 副作用什么的 对 然后其实我们 那官网上面有一系列 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味教的文章啦 对 就是关于一些药物的介绍 对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心脏的官网看 对 但我现在知道大家也不会去看 对 看太累了 你直接告诉我好了 对 最近大家好像 现在的人们好像对文字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兴趣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来录几集 录也我觉得有好处啦 可以好好的真的是聊一聊 譬如我们把一些大家常见的问题整理下来 然后每一集就针对一种药 对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 对 先从我们某个层面来讲 是最重要也最常用的强心药开始 对 那强心药我觉得 顾名思义它就是强心嘛 就是帮助心脏 增强心脏的功能 这边讲的功能通常讲的是收缩力 因为心脏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把血打出去嘛 对 所以当它真的有心脏病 或者说特别是心脏衰竭的时候 就是它打血出去的这个功能会变差 对 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强心药去 增强它的打血这个心脏的激励 然后让血可以更顺利的打出去 然后去到全身里面 对 那确实我们所以什么时候要使用呢 通常最常的就是它心脏衰竭的时候 对 不一定有心脏病不等于心衰竭 对 心脏病要严重到一个程度 才会有心衰竭 心衰竭通常就是代表会有一些症状啊 喘啊 呼吸困难啊 休克晕倒啊 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会需要有强心药 去帮助它的这个衰竭的这个功能去改善 对 那像 但是像Pimo Bandon 它是很特别的是目前有一个研究 很大型的研究告诉我们说 其实它在狗狗的二肩瓣 它在还没有心衰竭前 它的心脏如果已经大到一个程度 它就可以开始给予这个Pimo Bandon 它可以去延缓它进到心衰竭前的时间 这个应该是目前狗猫各个疾病里面 唯一一个有很强烈的证据告诉我们 在心衰竭前就可以开始使用药物 而且有帮助的一个使用的时机 就是Pimo Bandon在没有衰竭 但是心脏大到一定程度的二肩瓣的狗狗 可以开始去使用 但其实它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心衰竭的病患 才会需要使用到这些强心药 感谢鲁医师的精辟的解说 把我们之前四集的Pimo Bandon 一句话讲完 浓缩 Pimo还是可以聊很多 但是因为今天不聊太多 因为我们除了Pimo之外 我们也会介绍其他的朋友们 对 之前没聊到的 对 之前没聊到的朋友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会讲到三位 就是一位是Pimo Bando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Didrusting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Deputamine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在稀里乎念什么 如果你想要参考的话 其实可以去我们那个 新传的味教文章 我们的照顾指南里面 就是会讲到这几些药物 对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他的发音 不是发音 拼音 对 其实我真的超 对他们超不熟 但是我觉得很难念 很难念 而且那个 Didrusting 我也是后面才学到正确的这个念法 因为以前在学校老师教我们念Digosing 对对对 所以有些医师也这样跟我讲 他说 蛤你说这是什么药物 日系 我们有吗 日系英文 那是日系英文 台湾很多那个我们 以前在学的时候 一些老教授 他们都是可以比较日系的英文 对 所以他们的那个药名的发音 都会比较日系一点 原来有这样的特别 然后去到美国实习之后 发现你讲那个 大家就 蛤那是什么 然后沟通一半 哦 Didrusting Didrusting 所以那个G G不是念沟 对 我也不知道要念什么 Didrusting Didrusting 对 哦真的是 我自己也消化了很久 那我们之前提过了 那个PIMO的好处 刚刚也在重新复习过了 那Didrusting的功能又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好像也比较 少再用它当作强性药 就是当作PIMO这个功能的药物 那抓药的时候就很少抓到这个药 对对对 真的很少 因为基本上 我觉得Didrusting就是一个 比较老 老old school的PIMO bandan 哦 或是讲更白一点 它就是一个过时的PIMO bandan 伤心 过时了 PIMO bandan它其实 算是一个相对 算是一个新的药啦 也不知道很新 大概 二十几年 一九九九几年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的研究 用在狗狗 然后 大概两千年左右 开始真的在临床上的狗狗使用 就是越来越频繁 对 但是其实你就知道 其实也是大概近 使用很频繁 大概近二十年 十几二十年的事情 那之前没有PIMO bandan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的强性药 其实就是使用Didrusting 当作强性的药物 但是这个Didrusting 跟PIMO bandan最大的差别 就是它 确实有强性的效果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很多 对它可能会有一些 中毒的风险 对 因为它觉得它的气象很微调 就是我记得 像我刚刚出来工作 在专心的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PIMO bandan 还没有那么的多 然后所以Didrusting 我们也开不少 对我们也会开Didrusting 当作强性药 然后那时候就是要分药 都要很难分 因为它的都是 0.003毫克每公斤 然后它的那个药都要 对啊 那时候洪医师都会叫我们说 你要额外分 就是不是跟大家一起磨 因为你量很少 你一起磨 你可能这一瓢 多一点少一点就差 所以那时候很麻烦 就是地局 有开地局的话 地局都还要额外 再重新自己单独 就去分到每个药包里面 因为它的那个剂量 是很细微 很微调 所以其实就是配药上 就很难配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它如果你真的 真的配不平均 它吃的多一点 它又会有一些 它又有可能有 Didrusting中毒的风险 可能会引起一些心率不整 甚深衰竭 等等这些的问题 所以它虽然有强性效果 但是它其实实际上不好配 然后副作用又很多 对那但是后来 皮膜变得出来 为什么就完全取代它 因为它就是一个 相对 作用效果更好 然后各个临床的研究报告 告诉我们说 皮膜的效果 就是真的就是更好 吃了之后 狗狗 心衰竭控制得更稳定 活了更久 然后再来就是另外 就是副作用很少 就皮膜变得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 对没有对身体造成 对很少很少 我们偶尔就是有 那么一两只吃完皮膜 可能食欲稍微不好 对但绝对不像地局 所以你可以很安心的使用 然后而且它配药也很方便 对它的剂型各方面 也都很方便去配 对所以其实 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很 几乎不大会 把Dedraxin当作强性药 开在厨房里面了 对所以如果看到那个厨房里面 Dedraxin是强性作用的话 那就代表 这可能有点old school 要更新一下 但是我们还是会开Dedraxin 对我们会简称Dedraxin 就是在通常是 现在我们有时候控制一些 心律不整的时候 因为它其实它的作用 就刚刚讲它的副作用是心律不整 对就是 但是往往就是代表说 它对心脏的这个心律的调节 也是有一些的作用 所以在某些特定的心律不整 像是 所以有一个心律不整 叫做心防震战 就是心脏会 乱跳 其实Dedraxin还是有一些 帮助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 我们医院也还是有这个药 对 然后但是我们不常开 因为其实 那个心律不整 没有到那么那么的常见 但是如果有出现的话 我们还是会 开Dedraxin来控制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 已经不用它当作强性药 但因为它太经典了 就是过去在这 20年以前 全部都是一直只开Dedraxin 然后课本一定都还是会写 所以我觉得我们 在讲强性药的时候 我们还是很 以一个respect的心态 大前辈 对对对 把它纳入在这个里面 通常我们跟住院师上课 都还是要讲这个药 你说你是心脏科 然后不知道Dedraxin 那就不行 不行不行 但是确实现实生活中 我们其实已经很少 用它来当作 就是强性药 来开 对对对 哇 而且对啊 如一生刚刚听到讲到 会中毒的那个状况 真的是挺可怕 对啊 所以像以前 其实如果真的要很 很精确的看 有没有中毒 我们甚至还要不止 要去抽血 去验它的 Dedraxin的血重浓度 有没有超标 哇 对就是 所以就是 整个就是 很麻烦啊 简单来讲 就是你吃这个药 你还要去抽血 看它的血重浓度 然后定期这样 不是什么 只验肾指数什么而已 还要看血重浓度 然后 然后可能随时要 怕说会不会 对啊 心率不整啊 什么的 对 所以就是 真的那时候用 都会觉得 用了心惊胆跳 真的耶 就是可能 期待它的作用 但也更怕它的副作用 搞得自己都心率不整 真的 对啊 对 而且我们刚刚在 其实在闲聊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聊到说 诶 其实现在 Digi嘛 Digi 对啊 简称Digi 比较 但是现在 我的用在心率不整 比较多了 然后但是 好像日本也还在用 应该说 Digi Digi Digi没有 Digi的人 还是会 可以在用 我们刚刚聊到 是那个Pimo Bandon 所以Pimo Bandon 这个药很有趣 它当然 它一开始不是 发明给狗狗用 是给人吃 但是 在人 我印象中是 好像就是 也会引起一些副作用 忘记是肠胃 还是心率不整 所以 其实在人 基本上是没有在用Pimo Bandon 然后只有日本人 有在用 因为日本人 好像就是在日本的研究 都没有发生这些副作用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日本 特别对Pimo Bandon 就是 有免疫 免疫性之类 所以在日本人 上面还是有在用 好像还是有Pimo Bandon 但是其他的国家 像在台湾的人 应该是没有在吃Pimo Bandon 但是这些副作用在狗狗 或猫 或甚至有些 我们开始有一些猫的研究 是没有发现 对 所以其实反而 Pimo Bandon这个药 是在 兽医界发扬光大 对 在人反而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 popular 可能只有日本人有在用 对 好神奇 对 就还蛮奇妙 所以就是每个药 在不同的 物种 或是人种 对 反应好像都 基因吗 对对对 都不大一样 对那像近年其实 也有越来越多研究 应该因为一开始主要是 Pimo Bandon是使用在狗狗 就效果很不错 然后慢慢现在 也有在研究 使用在猫咪的上面 新帅节 有没有一些的帮助 但是这个上面 目前其实 还是个问号 对 就是我们有一些的案例 真的是 使用了有一些 比预期中更好的效果 对 但有些的状况 其实又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别 对就是猫咪的这部分 我们其实 还在 还在研究当中 对就是 Pimo Bandon 可以在什么时机里 用帮助 最大 这样子 对 但在狗是很确定 就是它的 效果是 是 是 是很好的 对 如果它已经心脏衰竭了 然后特别是 我们常见的 二肩慢疾病 或是什么 扩张性心疾病 对 你 不开这个药给它 真的就是对不起它 对对对 赶快用起来 对因为真的是 而且它 它好处是可以 我觉得我最大感觉是 可以减少我们利尿剂的剂量 对 我们下一集要聊到利尿剂嘛 对啊 因为利尿剂确实 是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所以如果可以透过这些强性药 去减少利尿剂的剂量 其实我们也还在摸索当中 对 但是确实也有些案例 就是 给了之后 确实就有改善 对啊 好的 那介绍完了 我们猩猩之秀跟大前辈之后 还有另外一位同仁就是 Debutamine 但是它很不一样的是 它是真剂 它不是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 口服药 对 刚刚我们前面两个提到的 Pimo Bandon跟Digaxin 它都是口服的 其实它们两个也都有 打针的技型 但是我们很少用 像Pimo Bandon的打针剂 就是超级贵 可能那一小罐 可能就是几万块之类的 就真的 就是动物也有那种 一针几万块的针 就是你不大可能会去打 对 然后地局的话是 你吃口服就有副作用 你打针可能 副作用更可怕 那先不要 对 所以其实 大部分我们前面讲 Pimo Bandon跟Digaxin 通常是口服 就是可以 你们回 我们开处方药 回家一天两次 这样子喂 慢性的控制 对 那确实 有些时候 有些急诊的状况 进到医院里面来 它在氧气溶里 你也不可能一直 去喂它吃药 开笼喂它吃药 所以其实通常 在住院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治疗 都是用Toco打针 的方式 然后也比较快 可以作用 那其实 以打针的强心药来讲 目前 我们最常用的 就是这个 Dobutamine 的这个强心药 对 那主要也是帮助 心脏的收缩力 去增加 对 但所以 因为它就是打针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 就是要在医院打 而且它的打针 不是一针一针打 它是要 就像打点滴那样子 连续静迈给予 对 因为它的作用时间很短 就你打针一针下去 可能就作用几分钟 就没了 所以你必须要 一直连续的给予 它才会有这个 强心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效果在 对 所以通常就是在 如果它急诊进来 然后它 狗狗就是除了船以外 也很虚弱 然后因为有时候到后面 它真的是 心衰竭到后面 血压也低 然后整只狗就是 很虚弱的状况 那个时候就是 也是需要 帮助 用这个药物 去帮助它 心脏收缩力 更好 那我们就会 打这个 Dobutamine 对 但Dobutamine 通常也不可能 打一辈子 因为 对 因为如果打一辈子 它就住院一辈子 也不可能 所以通常 就是在它状况 稳定一点之后 我们就会 尝试慢慢的 血压 各方面都稳定 常会慢慢的降量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在住院治疗 可不可以顺利的 出院回家 其实也就是要去看 它 就第一个 当然 它的这些 积水状况没有稳定 再来就是 它的这个 这种 连续静脉的药物 可不可以 慢慢的降 拿掉 对 有些状况的时候 有些 比较棘手 就是 它打的时候就OK 有打这些药的时候 它的血压 精神 呼吸 什么就OK 但是当你把药 慢慢降下来后 它就不行了 对 就代表说 它可能很 它现在心脏就高度 要依赖 这个 增剂的强性药 对 那那个也是一个 治疗上会很 很困难的 的点 对 但是 通常如果是住院的话 我们 我们就是会使用 这种 打症 点滴 点滴式的 的 强性药 它可能 作用的效果会是 最好也最快 嗯 了解 哦 因为我那时候 自己在 整理的时候 就想说 如果它这样 可以打症的话 那 就会有一种 过去的思维 那就打一针就好啦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 就可以不用吃那么多药 但其实它们的 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 不大一样 对 而且它 就是它 它打一针就好 可能只会好几分钟 然后之后就不行了 对 而且它是需要静脉打 所以可能 也不大适合 市主在家里 居家 照顾这样子 所以通常我们是希望 就是说 在住院的时候 帮它把状况稳定 之后可以把 这种 增剂的强性药 换成口服的 Pimo Bandon 然后看可不可以维持 它的状况 对 所以要搭配在一起 反正会是 长久之际 对 就通常可能 我们会慢慢的停掉 然后就开始 喂它吃口服的 Pimo Bandon 然后如果这样 它状况还是可以 稳定的话 那就 也许就可以顺利 出院回家 就吃口服的就好 原来如此 好 那 我也想问一下说 就是 我觉得这也应该 也会是很多 市主们会想知道 就既然要开始吃药 都会担心说 那它会不会有什么 要特别去 避免的事情 比如在吃这些药物 我是不是有些东西 不能跟其他药物一起吃 或者是保养品 那些的 我觉得最常见的问到是 有没有要空腹吃 这件事情 这个也会有 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 Pimo Bandon的状况 但其实目前来讲 应该是可以 简单的答案 就是不一定要空腹 也可以跟食物一起吃 是OK的 就现在的 Pimo Bandon 或说 瓶末好了 对 它是可以跟着 食物吃 他们有做一些研究 确实证实说 其实跟着胃酸 其实是没有 没有关系的 对 就是 所以 如果可以跟着食物吃 基本上 大部分的药物 应该是都是可以一起 除非有一些 是要空腹 你的这个药 是要空腹吃的 你要隔开 不然其实跟其他的 大部分的药是OK 对 但这个当然 你还是要去问 因为每个人的处方 可能不一样 还是要问一下 你的兽医 就是 这些药物 可不可以供吃 对 特别是 如果你有在两家医院看的话 对 就是可能你要去 彼此问一下 彼此的兽医的处方 这个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供吃 所以通常 通常是OK的 对 然后 需要 特别 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通常会吃到 强心药的病患 就是通常 大部分是有心脏衰竭的 所以 就是 不代表说吃的药 它就会 可能 就 有时候它可能看起来正常 我们就会忘记 它有心脏衰竭 对 所以其实还是 即使吃的药 它 通常 我们这些药也不会说 就是 治好它的心脏 通常的效果 就是延缓恶化 意思就是 吃的药 它有可能还是会慢慢恶化 所以即使吃药还是要很密切的观察 呼吸次数 或说它的 像是对 强心这个功能有关的可能就是活动力 对它的活动力 会不会 其实也算有吃药 可能 也许一开始是降到五层 吃的药可以回到八九层 但是随着时间 又慢慢掉到六七层 那代表 它也是有可能 它的心脏有在恶化 那要跟你的医生讲 然后 看是不是 计量上要做一些的调整 对 然后 再来另外我觉得可能很重要 就是要准时喂药吧 对 因为这些的药物 像皮膜Bandon 它就是 一天吃两次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 它的作用就是要 就是12小时会吃 对有时候你拉太长 隔太久 它的这个作用可能就会没有效 对 那可能在那个时候 它就会有比较有一些风险 对 那 有些病患到后来就发现 它都很准时喂 但是每一次在喂药前 它就开始有点点 不舒服 或是喘啊 或是没力啊 的状况 对 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是这样 就知道说 哦 那可能 这个12小时喂一次 可能 效果 持续不了了 那可能就会变成 喂到三次 哇 的Pin-Mobain 但是三次的Pin-Mobain 这个算是一个 外挂啦 Off-Label Use 对 但是越来越多心脏科医师 会尝试这样用 特别是在那些可能 吃两次药 每次都是在吃药前 嗯 狗狗会开始变得 比较不舒服的 那你也许就可以 换成三次 嗯 对 所以就是 即使吃药 还是要非常注意 然后最好 要按 按时间 对 跟医生讨论好后 嗯 按着医生建议的时间 嗯 然后去喂药 才可以让这个药 达到 最大的 这个效果 这样子 对啊 原来如此 对 对 就是 听着如医生在讲 所以回答了 我在药房的疑惑 然后说 为什么要吃到那么多次 对啊 就是有些时候 他们 希望他们 应该就是 他们那个药物的作用 的那个效力 通常它是 就是像一个波风一样 就你刚喂进去的时候 会最 持续大的高峰 然后最后就慢慢 掉掉掉掉掉掉 然后掉到底的时候 你再喂下一次 又再高起来 嗯 对 那我们就是希望 它 当然它的实际作用的 那个时间 可能就是 在中间那段 它的浓度在中间的时候 它其实 它就是 作用最稳定的时候 所以 但我们会希望 那段时间越长越好 所以有些时候 你 如果那个坡 其实到最后 它要 有些 有些要 确实会越来越没有效 嗯 它的坡 坡型就会越来越小 那你可能就要一天 多补几个坡 让它把 作用 接满 维持久一点 对 但那个也会很取决于 动物的状态 对啊 所以 我们也不会一开始就是 对啊 就是要求 就要一天吃三次四次 嗯 因为我觉得现实生活中 也是很难 有时候我觉得 我自己也喂过药啊 就是一天要吃两次药 就不 有时候就不容易了 早晚都要准时喂 我知道这个 不是很容易 对 但是像心脏药 确实是会 如果就要的作用来讲的话 是会需要 嗯 对 早晚 早晚你要问 准时喂你的 效果会最好 对啊 没错 对 所以 时间对啊 确实也是我们常会问到的 但如果 忘记喂要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 我们心脏的IG呢 就是也有为大家提供了 就是 如果忘记喂要怎么办 那时间怎么去计算 这个我们也有在 我们的IG文章上面 有做喂叫的资讯 对 大家也可以去上面 去看一下 嗯 好 那我们今天就大概 介绍完了 我们这个 强行药三人组 对 希望大家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对 如果想要更了解的话 也可以参考我们下 我们的味教文章 或者是 也翻翻我们前面几集的 那个 讲 关于拼摸班等的 那集数 给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咯 或者是可以 也是跟你的寿意识讨论 对 没错 因为就是每个药 其实 对啊 有些时候 使用的时机等等的 确实还是会有些个体的差异 对 对 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一个 概论 对 概论 对 简单的介绍 我相信每个病患 都是特别的 然后 所以 如果有对这些使用药 有任何的疑问 还是鼓励你 就是可以去跟你的寿意识 询问跟讨论 对 没错 因为他才是最了解 比较宝贝状况的人 对 所以 OK 先让大家简单的认识啦 那我们之后 下一集 就要开始跟大家介绍 少力尿计咯 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 先见这样子咯 那今天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动物医院 339号Podcast频道 点赞我们的脸书 粉丝团 及追踪我们的IG 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 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透过五星评价 留言或填写 咨询栏里的Q&A连结 与我们联系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医疗资讯 或观看影片版本的节目 请上 新传动物医院官网 及订阅新传动物医院YouTube频道 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